11月27日,高以祥猝死去世的消息震惊了大家。高以祥在录制综艺节目期间,因为拍摄跑步过类导致晕厥导致心源性猝死。消息令人悲痛。高以祥的身亡到底是谁的过错?应该如何赔偿? 李小璐的律师唐友宋,第一时间在社交网站上发声谴责,并有关于节目组的赔偿问题表示,双方最好协商解决,不要打官司。首先,是这次节目组是否要赔偿明星家属的问题?律师称主要看明星同节目组或者仲介公司签署的合同。如果是劳务合同,就要依据雇佣关系。 明星在工作中受到了人身伤害。节目组应该赔偿。第二,一般情况下节目组都有保险。所以最后的赔偿可能会由保险来承担。包括本人如果有保险也会受到赔偿。不过对于高以祥家境优厚和富二代的身份来说,这赔偿并不能补偿家人什么。节目组追我吧! 也在社交网站发声表示痛心和悲伤。但大家并不买账。纷纷在评论区指责节目组,让高以祥待病期间连续熬夜进行拍摄。 依旧救助不及时等等。而面对这次的猝死有主要责任的节目组也在文中表示,同经济团队联系家人处理后事。 不少网友都在吐槽节目组没有第一时间发声。大概也是在同高以祥的经纪公司,以及家人做出赔偿的协商。 所以这次的事件也提醒节目组,一定要做好医疗保障工作。一定要保障演员的休息权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